国产动漫魔道祖师 最近的剧情可谓失转足了眼泪 上一集中莲花舞被毁 于夫人和江峰棉被杀 那一段可是把人虐得岂无完肤 很多人都是哭着看完的 在魔道祖师的最新剧情中 江城金丹被废 三个表情展露伤悲 第二个吓死宝宝辣 关于莲花舞被毁 莲花舞被毁后 其实湘门百家都是知道的 那只是温氏震慑其他先门的举动 就算是温氏不出头 他们也会找别的理由去毁灭莲花舞 所以对于温氏说的事情 起因是温氏的不尊还是怀疑的 群众的眼睛是血凉的 自然不会把莲花舞被毁的事情 灌在温氏头上 江城也是最无辜的一个 本来父母健在 家庭没完 尽管有争吵 但是父母之间还是有感情的 但是因为温氏的狼子野心 自己从小生长的莲花舞被毁 父母师兄弟都被杀 自己能力微弱 却不能替他们报仇 但是最终他下了决心 一定要杀了温氏 替云梦江市的子弟们血汗 但是却被废金丹 表情一 金丹被废在江城苏醒之后 他两眼无神 似乎被掏空了灵魂 之后看到了魏无羡 他知道自己金丹被废 但是还想确定一下 打了魏无羡一掌 魏无羡确定什么灵力 已经都感觉不到了 这时的他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生的意念 只觉得自己是个废人了 希望魏无羡能够替江家报仇雪恨吧 表情二 得知魏无羡接受温家帮助江城正在颓废之际 看到进来的温氏温宁 瞬间想要杀了对方 魏无羡拦住 说是他救了他们 这时候的江城估计是绝望的 魏无羡竟然接受了灭门江市的温家人的帮助 那还指望他什么 江城这时候的表情太吓人了 那属于一种心理崩溃 倒无法言语的猙獰之感 既让人心疼又让人害怕 表情三 见到父母的遗物在温宁的帮助下 带回了于夫人和江峰眠的遗物 这个时候的江城瞬间泪如雨下 他听到了魏无羡 能够找到暴山散人恢复他的金丹 知道了自己还有机会 为了江家报仇 这时候的他内心也是充满希望的 但是他不知道的是 他的希望却是魏无羡 用自己的绝望换回来的 这也将改变为无羡的一生 其实上面的三个表情很直接的展示了江城心境的变化 由心灰意冷到绝望 从绝望又到希望 但是这三个心境的变化 魏英是记在心里的 他用自己的前途和希望换回了江城的希望 这样的魏无羡真是太善良了 好了 本次的内容结束 我的祖师江城金丹被废 三个表情展露伤悲 第二个吓死宝宝了 觉得江城真的恨美无羡吗 欢迎留言区讨论 马克不易 点赞收藏或者分享这篇文章 小叶每天位列 带来更多的动漫资讯